我爸是人民警察 而我是人民警察的女儿 我爸死后 我继承了我爸的警号 我的未婚夫是一名法医 他刚正不阿 嫉恶如仇 可为了救他的白月光 他亲手磨掉了一具无头女尸打指纹 用强酸冲洗尸身 女尸体内有一个小小的胚胎 被他扔进了下水道里 他不知道 这具无头女尸正是我 他无比痛恨的未婚妻 得知真相后 他彻底疯了 我的身体大半埋在乌臭的烂泥里 已经出现轻微的巨人观 男人的大手轻轻将我的脖子托起 他站在原地许久 从怀里掏出一瓶玻璃里面装着的 是强酸 这个男人 正是我的未婚夫何霄 他出现在这里 是为了救他那被绑架的白月光 一个小时前 何霄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和大法医 听听这是谁的声音 何霄 就我 白月光填于斯雅的吼叫 从电话里传来 乖乖销毁所有的证据 帮我们脱罪 不然 你下一个解剖的 就是这位小美女了 何霄 我好害怕 就我 那人 给了何霄 弃尸的地点 威胁他销毁我身上的所有罪证 包括罪犯留下的DNA 我和何霄是青梅竹马 毕业后 我做了警察 他做了法医 工作六年后 我们顺理成章定了婚 而田鱼是何霄的校友 一个总缠着喊他天才的小师妹 何霄向来极恶如仇 刚正不阿 我以为何霄不会动摇信念 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为了白月光还是来了这 我的灵魂随着何霄的动作 心像针扎一样痛 何霄动作力索 专业 他对待我的尸体 像对待一堆烂肉一样冷静 我体内的证据 被他销毁得一干二净 身体也被破坏得面目全非 就在他抬手擦去鹅脚的汗珠时 一具成型的胚胎 从我体内缓缓滑出 因为强酸冲洗的缘故 显得更加猙獰 雨滴洗去胎膜上的血污 何霄的喉结上上下下 再也遏制不住了 俯身吐了起来 看着他狼狈的样子 我有些想笑 恶心吗 这可是我和你的孩子 那个解剖过上百具尸体 都波澜不惊的男人 在看到自己孩子的时候 却吐了 对了 他那么喜欢小孩子 亲还不知道我怀孕的消息呢 不久前 我刚得知自己怀孕 何霄正因为他妈妈的死 对我耿耿于怀 他歇斯底里地 骂我执行任务时 总喜欢逞能 招惹了太多是非 连累他妈妈遭到了报复 他本就恨不得我去死 或许等法医鉴定 结果出来的时候 他反而会松一口气了 该死的 我早已死去 肚子里还有我和他的 又或许 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的头深深垂着 脸色阴沉 回去的路上 何霄抬手 将胚胎向下水道扔去 不要 我的灵魂飞扑过去 可当我企图伸手 去街的时候 那小小的一团 穿过我的掌心 坠入了脏臭的下水道 随着污水流进了管道深处 我跪在下水道口 望着何霄头也不回的背影 何霄 你好狠的心 一切结束之后 他等来了那个陌生电话 捂着心脏长输了一口气 那人语气细血 不愧是专业法医 我说到做到 你的心尖尖已经安全了 多谢了 次日 我的遗体被人发现 现场围观的群众熙熙攘攘 何霄一出现 就引来了众人的侧目 185的挺硕身姿 蓝色的外科口罩 扣在高挺的鼻梁上 周围人纷纷让道 何霄像是第一次来这里 他伸手扒拉了一下我的身体 看起来很年轻 可惜了 他语气虽然轻松 可微微颤抖的手臂 出卖了他内心的不安 或许是他觉得这体型过于眼熟 和记忆中的某个人太相似 他眉头微醋 骤然抓起了我的脚踝 我的脚踝上有一道细小发白的伤疤 是小时候何霄 为了和我抢玩具 不小心划伤的 脚踝上沾染了许多污泥 他俯了一下没擦干净 但凡他再多擦一下 就能看到乌黑之下 那微微凸起的疤痕 知晓这个人就是我 怎么了 智力好奇地问他 何霄从愣神中缓过来 放下了脚踝 没事 随便看看 他还是错过了 其实不止这一次 队长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带着幽怨 也不知道温林这个小丫头怎么回事 本事真是大了 休假连消息都不回了 队长说 这话的时候 所有人都侧目望着何霄 可何霄只是低着头认真工作 好似温林这个名字 是个陌生人一般 与他无关 何霄冷静描述尸体情况 死者生前遭过暴力 多处骨折 腹部多处刀伤 头颅失踪 指纹被烫毁 是死后伤 这里应该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其他的只能等待回去解剖看看了 大家面面相去 拾去的闭嘴 我被装入尸袋 很快躺在了解剖台上 向来专业的何霄 拿着手术刀的手 竟又开始颤抖 他不得不使劲按住手腕 深呼了好几口气 我的灵魂正正地看着他 上次看他这样 还是他亲手解剖他妈妈的时候 婚礼前一周 我突然恶心呕吐 肚子也隐隐坠痛 电话打给何霄 他沉默了几秒 说自己有事 走不开 我本想着扛一扛 吃点止痛药 和妈妈将脸贴在我的脸颊 感受体温 像妈妈一样呢喃 乖乖 有点低烧 阿姨陪你去医院 医院地下车库里 当那群黑衣男人 拎着棒球棍砸向我时 我丝毫没想过 他们其实是冲着何妈妈来的 寡不敌众 我强撑着将何妈妈护在身后 最后后脑遭受沉重一击 昏倒在地 醒来时 四周一片白 死寂 何妈妈不见了 在被找到时 他全身器官都被掏空 想知被掏空棉花的空心娃娃 何潇站在我的病床前 将和妈妈遗体的照片 抵在我眼前 眼尾腥红 为什么非要带着他乱跑啊 你平时不是什么都能扛过去吗 这次为什么这么矫情 都怪你平时太招摇逞能 得罪了那些杂碎 连累了我妈 你真的以为你是好警察吗 你就是个祸害 我半趴在病床上 眼泪大磕大磕砸在雪白的床单上 我无力反驳 也无心追问 为什么那天我浑身是血的躺在担架上时 匆匆赶来的何潇身边还跟着田鱼 后来我才知道 那天田鱼回国 何潇去街机了 何潇之后一次都没有来医院看过我 自然不知道我已经怀孕 但和妈妈的死是事实 我就算说出口也会被他污蔑成卖惨的借口 谁让他从来都是这样想我 我忍受着孕吐的折磨 满脑子都是和妈妈的惨状 连梦眼里也都是被掏空眼窝的妈妈拉着我的手 对我说他好痛啊 我确诊了应激创伤 伴随着严重抑郁情绪和狂躁症 只能休了长假 原本我和何潇的婚礼 变成了和妈妈的葬礼 刚出院的我头上包着纱布 在门外哭到失声 求何潇再让我看和妈妈最后一眼 何潇拒绝了我的要求 让我赶紧滚 我决定亲手抓住杀害和妈妈的罪犯 也治愈自己的心魔 出发前 我知道自己大概有去无回 大概是妄想 我竟然玩何潇 我俩究竟怎么样才能回到从前 何潇语气平静 平静得好像在描述今天天气真好 他说 你死了 我也不会原谅你 大门被砰得摔上 他连多余的眼神都不舍得给我 在离开之前 我做了一桌子丰富的午餐 收拾了屋子 将一张银行卡放在客厅的坐垫下 那里是我的全部积蓄 临走前 神手拨弄了一下阳台的补梦网风铃 对着他说了再见 也许何潇见不到我 真的会好受一些 结果 我还真的死了 通过手上搜集到的信息 我找到了凶手在废弃钢厂的窝点 现实情况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这里聚集了十多号人 可我来不及汇报给上级了 我好痛 好冷 看着他们扬长而去的背影 我强撑着起身 可身体还是控制不住往下倒去呢 手机跌在地上摔成两半 画面中只能拨打到紧急联系人 我忍着痛给何潇打了十多个电话 全部被他负气一一挂断 我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 地上染成了一片 灿烂的烟花在天的一角升起 见证了我的缓缓坠落 艰难抬起眼皮 看着夜空中的璀璨 一如去年生日那天 我透过生日蛋糕的烟花 看着何潇如神明雕刻般好看的容貌 何潇却趁我沦陷在他的神言中 抢先替我许了愿 我的愿望是 温林吃好喝好 长生不老 我气得捶他一拳 嘴里却咯咯地笑 人家说不是受兴许的愿望不准 该我来许 我的愿望是 何潇和喜欢的人长长久久 早生贵子 哦那林林可得快点给我生个孩子 讨厌 你都没求婚呢 谁要给你生孩子 是谁会在生日这天死去呢 我呀 身后 那些折返的罪犯嘈杂声越来越大 我却再也听不真切 缓缓闭上眼睛 脑海里只有何潇冷卓眼对我说 你死了 我也不会原谅你 我的灵魂开始离开肉体 缓缓飘向何潇 看着他陪着喝醉的甜鱼 站在天台看烟花 甜鱼脱下了高跟鞋 在平台上点脚走着 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何潇眼神担忧 好看的眉眼拧成一团 姑奶奶 危险 回忆渐渐飘散 我的目光重新聚焦在解剖台上 何潇切开我身体的瞬间 里面惨不忍睹 我的灵魂撇过头不忍去看 助手咬牙 天哪 真是太畜生了 何潇吻了吻手术刀 尽量显得语气淡然 看来还是个专业罪犯 身上的证据几乎没有 何潇的工作从未进行得如此之快 他想赶快结束 不愿再多看一眼 工作结束脱手套时 他瞥了一眼破碎的我 对助手交代道 怪难看的 鉴定书出来之后 联系到家属就火化了吧 生前他不愿再多看我一眼 死后也恨不得我立即灰飞烟灭 何潇 当你知道 你如此残忍对待的人是我时 你还会如此淡定吗 助手又回头看了看我 眼中惋惜 头又眉了 也不知道是谁的女儿 谁家的妻子 又或者是谁的妈妈 何潇脱手套的动作明显一顿 很快恢复平静 DNA样本已经采集了 最迟一周就能有结果了 到时候就能确定死者的身份了 出了解剖室 何潇下意识看了眼手机通知栏 我知道他在看什么 以往这个时间点 我准会打一大堆信息骚扰他 大多都是叮嘱他照顾好自己的自话自说 可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发过了 通知栏除了几天10086的套餐推销短信之外 再无其他 他择了下嘴 有些烦躁 打开通讯记录 依旧是几天前我打给他的13个未接电话 直接翻飞间 又熟练地翻到我的微信 上面一行行的 都是曾经我发给他的讯息 你总不好好吃饭 新买的胃药在玄关的抽屉下 你的衬衣我都洗好了 也运好了 回来就可以穿了 桌上我做的饭记得吃 不合胃口的就别勉强 他一条都没有回 他恨我 像痛恨仇人一样 有时明明只是找话题 两个人聊聊日常 他却对着我大吼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跑过来跟我说干嘛 我早起一个小时 给他做的饭 且看见他出门 就到进了垃圾桶里 我知道 其实我做的饭一点都不好吃 的确糟糕透了 和我一样 最后一条信息停留在几天前 他仿佛不敢相信 退出微信又进去 快速刷新了几下 依旧一条信息都没有弹出来 他咬着牙揉了揉眉心 没有我骚扰他 他不是应该更高兴吗 对里的同事三三两两地出来 何潇下意识将手机灭屏 小李搂过他的肩膀 爱 好久没见到温林了 他以前不是你的专属跟屁虫吗 何潇不自然地笑笑 他应该休假散心去了 你也真是放心啊 电话都不打一个 何潇冷哼一声 他一个男人婆 一拳能打死一头牛 他能出什么事 同事们结伴走完之后 队长这才迈出脚步 与何潇并行 刚才我可看见了 十多个未接电话 还闹脾气呢 何潇不说话 我和他之间 不止别扭那么简单 我和他之间 隔着一条人命 队长也是过来人 工作这么多年 亲眼见证了许多生离死别 我年轻的时候 和亲如手足的兄弟 因为一件小事 争得脸红脖子粗 结果呢 我俩还没来得及说开 当晚他出任务的时候牺牲了 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争了 我想跟他多喝几杯 而不是把酒 撒在他的墓碑前面 这件事是队长的心结 欲结良久 一方的平安 是用更多的血肉之躯换来的 见何潇还是不说话 队长叹了口气 其实啊 温林心里也有结 爸妈都是英雄 他也不能允许自己窝囊 所以不是有时候 他太招摇逞能 或许他身上背负的东西 我们想象不到吧 看着平时总是不正经的队长 此刻认真的神色 我不禁落下泪来 而何潇只是淡淡摇头 也不是 就是不想接 他除了说那些毫无营养的话 也没别的了 我烦了 队长拍了拍何潇的肩膀 人生不过三万多天 可别错过了追悔莫及呀 不会 何潇回答得干脆又利索 他又怎么会后悔呢 我俩谈了那么久 甚至都没有一张合照 证明我们爱过 拍摄婚纱照那天 他刚穿上礼服 就要脱下来出任务 都是同行 我理解他 那时候总觉得机会无限 其实错过了就是永远 还以为自己很会看人呢 挑来挑去 挑了个罪伤自己心的 何潇推开家门时 里面一片黑暗 再也没有了那个忙碌的身影 衬衣还在阳台亮着 我不收就一直亮着 餐桌上的饭菜原封不动 起了一层霉 月光洒进来 描摹出何潇孤独的背影 手机铃声响了 是田鱼 何潇慕然地接起电话 田鱼哭哭啼啼 声音带着酒意 何潇 我想你了 田鱼 你喝醉了 早点休息吧 何潇 你说 从这里跳下去 算不算轰轰烈烈 田鱼打断了他 何潇煞时抬起头来 你在哪儿 告诉我 我的灵魂随着何潇 看着他踩着油门 一路飙到一百二十码 他对于他 这么重要吗 何潇感到时 田鱼站在两个人 曾经一起看烟花的天台 脸上都是醉酒的红韵 他委屈地看着他 带着破碎的忧怨感 不是说好了这几天避嫌 不要见面吗 田鱼被他这么一训 嘴巴一瘪 蹲在地上呜呜哭起来 不行 这段时间 我闭上眼睛 都是那些恐怖的画面 我害怕 说完 田鱼突然起身 飞扑进何潇的怀抱里 你抱抱我 抱抱我好不好 何潇被架在哪里 保持着绅士手 别这样 我有未婚妻 可是你恨透了他 恨不得他去死 不是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正视自己的情感呢 年少的感情 不会维持一辈子的 田鱼的眼眸 仿佛有星辰 看着何潇闪闪发光 望见何潇有些动容的表情 田鱼又继续往他内心进攻 说不定 现在他就在外面和其他男人鬼混呢 不如今晚 我们一醉方休 他举起酒杯 像个江湖大侠一样 向何潇分享着 自由又洒脱的模样 何潇犹豫了两秒 接过了酒瓶 仰起头一饮而尽 田鱼继续挑唆 青梅竹马比不过天降 你能救我 能来找我 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青梅竹马比不过天降 这是我听过最恶心的词 我和何潇从小一起长大的交情 小学时 他给我拎书包 初中时 他骑着自行车 每天在晚上下学 高中时 他替我打退骚扰我的小混混 竹马 无所不能 18岁的何潇 比我高一个头 高考完冲出考场的第一件事 就是当着媒体的镜头对我告白 这是木讷的何潇 做过最烂漫的事 我俩报考了同一城市的不同大学 他读了最好的医科大学 而我一位爸妈都是因工殉职的烈士 依旧选择了读警校 学习之余 周末我俩就聚在一起吃喝玩乐 如交四期 大二时 他还带我去了他等学校 见了他的朋友 我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田鱼 他穿着纯白的裙子 坐在人群最角落 身上散发着茉莉清香 最不显眼的地方 却是最显眼的 他叫田鱼 是我社团的小师妹 他很聪明哦 何潇介绍时眉毛飞扬 而他对于我的评价呢 哈哈哈哈温林啊 他最觉得就是他的力气 跟个男人婆一样 从小就欺负我 最喜欢承恶扬善 简直就是天生当警察的料 田鱼在看向我时 眼神带着微妙 他很高冷 几乎不和人说话 但是路过何潇身边时 会很自然地帮何潇整理衣服领子 你领子翻进去了 何潇有些不自在地往回缩了缩脖子 还是说了声谢谢 田鱼主动搭起话来 笑起来嘴角两个小梨窝 所有人里面 就我和何潇是医学生 和你们也聊不到一块啊 我冷笑着举起酒杯 妹妹急什么 那你可以和我聊 医学我也懂一点 他听出了我话里的敌意 自觉地缩回了座位 自顾喝起酒来 吃完聊完 我们各自都回了自己的房间 酒精的熏染下 就在一切都要顺理成章的发生时 酒店泳池那边 有人大声喊救命 何潇掀开帘子 田鱼的身影在泳池里上下扑腾着 眼看马上就要沉下去了 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 何潇开门跑了出去 一头扎进泳池里 田鱼被救上岸时 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 我按了按他的胸膛 俯下身装备做人工呼吸 急得喘粗气的何潇猛然推开我 一把捞过田鱼 你不专业 耽误就让时间 相同的呼吸频率下 最后田鱼呛壳着吐出了肺里的水 醒来的田鱼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死死抓住何潇不放 不停地喊自己冷 我当场就要收拾东西回学校 一身湿的何潇 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解释 我以后可是医生 医生眼里是没有性别之分的 病人只是一堆器官而已 李修逸是我的未婚夫 他却在自己的生日宴上 宣布要和别的女人结婚 所有人面面相去地看向我 尴尬的氛围中 我带头鼓掌 并送上一枚戒指当作祝福 祝你们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我摘下手上的戒指递了出去 却没有一个人接 李修逸黑着脸看着我 他身旁的女孩 有些无措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我叹了口气 把戒指放在了一旁的桌上 我随手拉过一个人 好像是周家的小儿子 总喜欢跟在李修逸身后跑 他茫然地看着我 怎么了姐 喝酒了吗 我问 没有 我把车钥匙扔给他 送我回家 好嘞 刚走两步 李修逸冲下来拉住了我 宋玲 你什么意思 我揉了揉太阳穴 因为一个新品 细节被提前曝光 我们只能推到重来 忙了一个通宵 早上开完早会我就去了临市 下午才回来 然后去给你拿礼物 本来是想跟你说声生日快乐就走的 我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 这时候八点 我十点还有一个会议 明天早上六点的飞机去巴黎 小少爷 我太累了 没有时间陪你玩 李修逸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茫然无措的阶段 我是真的累 太阳学校有钉子在钻 没再多说 我正脱开李修逸的束缚离开了 周家小少爷把我送到了家 下车的时候 我随手把准备送给李修逸的生日礼物 给了他 一把车钥匙 李修逸想要这辆车很久了 为了买下 他我花了不少功夫 周家小少爷倒抽了一口凉气 给我了 我闻了生 拿钥匙自己去车刑取 谢谢姐 这一生倒是情真意切 姐 你是要跟李修逸分手吗 对 会取消婚约 如果有人问起你 你也不用隐瞒 知道了姐 这次确实是李修逸做得不厚道 你早该给他一点教训了 我笑了笑 白白手让他离开 随即回了家 洗完澡 我强撑着精神开完会 等到会议一结束 甚至不用缓冲 我倒在床上就睡了 等到第二天 秘书打开房门叫我起床 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 感觉自己根本没睡 只是闭了下眼睛 手机里满是未读消息 和未接电话 有人好奇地询问 我和李修逸是怎么回事 有人八卦 我是不是要跟李修逸分手了 有人关心我的状态好不好 更多的是和周家小少爷一个态度 表示我确实应该给李修逸一个教训 所有人都觉得 我只是在跟李修逸闹一闹 毕竟在他们眼里 宋灵爱惨了李修逸 已经爱得失去了底线 李修逸是我高中时情窦初开就喜欢的人 那时候他张扬得耀眼 谁都没有办法忽视 我也一样 于是我跟他告白了 李修逸 我能做你的女朋友吗 李修逸看着我 眼里带着漫不经心 第一名 我可不喜欢好学生 因为李修逸的一句不喜欢好学生 年少轻狂的 我做了很多荒唐事 比如染发 比如打耳洞 比如纹身 比如逃课 比如泡巴 我开始和李修逸私混在了一起 直到有一天 他带着一个白衣圣雪的女孩 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他说 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 我突然明白 他不是不喜欢好学生 他只是不喜欢我 李修逸不长情却多情 他交过很多女朋友 后来到了大二 我跟他订了婚 跳过男女朋友的关系 我们直接成了未婚夫妻 这件事戳了他的痛点 他掐着我的脖子质问我 为了跟我在一起 你就这么不择手段 那你知不知道 我永远不会喜欢你 我那时候是怎么回答的 对了 想起来了 我对他说 没关系 我不需要你喜欢我 我只需要你跟我结婚 从大二到现在 李修逸当了我六年的未婚夫 这六年 他的荒唐事就没断过 他跟不同的女人暧昧 交往 有时候 我甚至会去帮他上后 而我每次只问他一句话 上床了吗 上床了又怎么样 没上床又怎么样 我告诉他 上床了你就自由了 可是他很奇怪 他身边阴阴厌厌无数 却从来没有碰过他们 不知道他在坚守什么 从巴黎回来 已经是三天后 这三天 我没有和李修逸有任何联系 但是圈子里的人 却经常跟我报备他的行踪 比如那个他说要结婚的女人 已经被他打发走了 比如他天天在酒吧里抛着 他们家老爷子都扬言要把他逐出家门了 再比如那辆我给了周家小少爷的车 被他用两倍的价格买了回去 而更让我惊讶的是 我下飞机后竟然看到了李修逸 即使戴着墨镜都没办法掩饰他脸上的苍白 他说 我爸让我接你去我们家吃饭 抱歉我说 我还有事 没办法去 我会亲自打电话给李董道歉的 李修逸看着我 片刻后他转身离开 只留下冷冰冰的一句 随便你 我没在意 直接驱车回家 我倒不是敷衍他 我是确实有事 爷爷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回家吃饭 嘴上说着吃饭 但实际上不过是回去听讯 听说你跟修逸闹了矛盾 他这是在给我台阶下 我却并没有领他的情 爷爷我要跟李家退婚 爷爷沉下了脸 我允许你有脾气 毕竟我们宋家 也不是任人欺负的 但我并没有同意让你退婚 爷爷我要退婚 爷爷一拍桌子 跪下 我从善如流在他面前跪了 下去 你知道和李家退婚 我们会承受多少损失吗 我当然知道 从我们和李家 订婚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六年的时间 我们和李家的合作 已经日争完善 不说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至少剥离开来 也要脱一层皮 如果我能挽回这笔损失呢 爷爷冷静了下来 他的手在桌上轻轻地敲击着 那就等你挽回了再说 于是从老宅出来 我给我的对家 发了条消息 陆总要老婆不要 陆成是我们这一辈里 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不管是谁 总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听到家里人说 你看看人家陆成 像他这样得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精英 是不屑于和我们这些 纹固打交道的 我也是开始 接手家族事业后 才和他有了交集 怎么说呢 强确实是强 但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就像上个月 我和他同时投标一块的 我胜了 压着他的心理价位 险胜了他 这让我在圈子里得意至今 消息发过去 陆成久久没有给我回复 到了晚上十一点 他终于有了反应 垂死病中惊作起 我抱着手机笑开了花 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去 陆总忙着呢 陆成客气地笑了声 小宋总怎么有时间 给我打电话 我直奔主题 我之前问陆总的问题 陆总有想法吗 陆成沉默了一会儿 老婆 思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一升值充天 灵感啊 这么直接的吗 那我要不要回敬一生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 他又开口了 小宋总现在还兼职 红娘 呼 还好嘴巴没有脑子快 主要是陆总也到了 试婚的年纪 而我这边又有一个 合适的人选 不知道陆总有没有想法 谁 我死一般的安静 悄悄是别离的生肖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等我拿起手机看了眼 通话结束 草 是一种植物 我当然是不可能 那么容易放弃的 于是第二天 早上我直接杀去了 陆成公司 看到我 陆成取下眼镜 揉了揉眉心 小宋总有事 装失忆 于是我问 陆总真不考虑考虑跟我结婚 稳赚不赔的 陆成看着我 你来真的 你以为我昨天晚上是在开玩笑 不 我已为你喝醉了 好吧 我一脸真诚地看着他 那现在呢 要不要考虑考虑我 陆成打量着我 听说你和李修益闹饭了 看来是真的 不过 我凭什么接盘 没有直接拒绝 那就是有的谈 水利新街的项目 我让利你半个点 陆成扣了扣桌子 三个点 趁火打结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一个点 三个点 一个半 不能再多了 三个点 我已经开始咬牙了 你不要太过分 最多两个点 成交 我 陆成 钱多钱少无所谓 主要我乐于助人 不要脸 陆成这边谈妥了 我就有了底气 去和李家谈判 于是我约了李修益的 爸爸见面 没想到他把李修益也带来了 几天 不见 他整个人愈发消沉 进包厢前 李修益拉住了我的胳膊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什么 婚约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如果你想谈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静静地看着李修益 有时候我挺羡慕他的 到了现在还是这样 单纯 我开口 你错了 毁约从来都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李修益死死地盯着我 他手上力道加重 抓得我生疼 我和李修益进去的时候 李董已经在主位上坐了下来 闲话了几句家常 他一脸和善地说 知道修益惹你生气了 今天我把他带来 要打要骂随便你 叔叔给你做主 我笑了下 今天冒昧请您出来 就是为了我和李家的婚事 李董 我有意解除这桩婚约 松快的氛围瞬间凝固了下来 李修益疼地站起身 他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同意 李董沉下脸 混账 坐下 李修益迎上他爸的目光冷笑道 怎么又要背着我做决定 当初订婚违背我的意愿 现在取消又要违背我的意愿 那我到底算什么 傀儡吗 李董一拍桌子 那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订婚的时候 你不同意 一折腾就是六年 这六年你让李家 宋家丢了多少脸 既然你不想取消婚约 那你到底在做什么 李修益正了下 随即低下了头 李董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滚出去 李修益走了 他不仅自己走 还带走了我 速度太快 抓起我就跑 跟私奔似的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李修益 你想干什么 李修益手上力道加重 一言不发 我无奈挣扎 他却越抓越紧 斯 你弄疼我了 我气急大吼 直接上手拍打他 李修益仿佛 这才回过神 他促然松开我 满眼无措 你 你没事吧 我欲杰于心 我实在不知道 李修益在闹什么 我一直以为退婚的 阻力只会是李家 李修益说不定还能帮我 没想到他竟然成了 第一个拦路虎 李修益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退婚吗 现在顺了你的心意 你又在闹什么 听完我的质问 李修益突兀地笑了 却比哭还难看 顺了我的心意 我的心意 在你们看来重要吗 你们做任何决定前 经过我的同意吗 我好像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 所以你是觉得退婚 由我提出来 伤了你的面子 没问题 那你提 甚至我可以跟圈子里 所有的人说是 你甩了我 说着我笑了下 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 上次你不是已经宣布 有结婚人选了吗 我们现在退婚正好顺理成章 没了 什么 李修益看着我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跟别人结婚 我沉默了几秒 但你总会跟别人结婚的 这是他生日宴 那天我突然想明白的 六年 我已经累了 而李修却仿佛经历 无限 还在折腾 那天宴会上的人 未必是他真的 想与之结婚的人 但他迟早有一天会结婚 我这人吧 从来不喜欢被动 所以我一定要早做打算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和李修益最终不欢而散 他只恶狠狠地留下一句话 宋灵 这次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当然不算 可是他说了也不算 这个东西是要谈的 在见李董 之前我已经带路城见了我爷爷 我们一起吃了顿饭 聊了几句家常 没有多说什么 懂得都懂 当晚爷爷就松了口 我老了 管不了你们年轻人的事了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这次我直接去了李董的办公室 进出一个小时 婚约解除 我们约定明早八点在各自的官网 公布取消婚约的消息 所以你到底给了李家什么好处 此时的路程 没了白天的精英模样 整个人透着一股懒劲 从李氏出来我就给路程打了电话 想约他吃个饭 结果他直接让我去他家 本来我还有点犹豫 后来一想 这关系马上就不同了 矜持什么 结果我想多了 他就只是今天休息 懒得出门 他也没有什么待客之道 就煎了两块牛排 开了一瓶酒 不过还挺让人放松的 你想多了 我是那种忍辱负重的人吗 路程挑眉 一副愿闻其想的样子 我解释道 其实李家能拿捏我的事并不多 这六年的时间里 谁也不是傻子 合作共赢罢了 唯独一件 就是清水湾 李家是资方爸爸 如果退婚他们就会撤资 如果他们撤资 那快的就砸我手里了 他会拖断我手里的资金链 所以我急需寻找一个有资金 有实力 有意愿的大冤种 不 大好人 路程择了生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满头问好 他嫌弃地说 你这样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大冤种 我心里一震 这人难道会毒心 怎么会呢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路程冷笑 我讨好 你看我都以身相许了 路程慵懒地往后靠了靠 许我脸红 不许耍流氓 眼见着九点半了 我和路程同时拿出了手机 明天就要公布消息了 你说 趁着眉骨开盘 我做空理事 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路程短促地笑了声 没理我 我好奇地看他 你在干嘛 看到他手机上见面 我撕了声 你再不厚道 路程抬眼 彼此彼此 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都买了谁 路程 当然是李家和宋家 我想掐人中 最后只弱弱地补了句 少买点 别把我家拉爆了 第二天 解除婚约的消息 如约而至 网民爆了 圈子里的人也爆了 一波波人给我打电话 发消息 询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烦不胜烦地 我在朋友圈发了四个字 一分勿扰 没办法 太忙了 还有一帮董事会的人要安抚 结果李修逸直接冲进了会议室 助理很无奈 他向我比了个嘴型 拦不住 李修逸的状态不太好 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眼中的血丝 仿佛气疯了 你先去我办公室 开完会我跟你谈 李修逸一声冷笑 宋灵 你狠 你真狠 当初是你说你喜欢我 是你追在我身后跑了这么多年 是你非要跟我结婚 是你 他 我一文件夹摔在桌上 打断了他的话 童谣 你来继续会议 好的 宋总 我看了李修逸一眼 走出了会议室 他跟在我身后进了我的办公室 怎么 现在觉得丢人了 宋灵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就由自取 我没有要求过你 也没有逼过你 是你一直在逼我 我冷冷地看着李修逸 等到他说完 我开口 确实挺丢人的 但丢的不是我的人 是你李家的人 李修逸死死地瞪着我 仿佛想把我生吞活泼了 李修逸 这不是你第一次擅闯我的会议室 却是最后一次 再有下次我会让保安把你请出去 李修逸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游戏规则 不是所有的地方 你想来就能来 想走就能走的 李修逸仿佛受了莫大的打击 他的脸色一瞬间苍白了下来 他喃喃道 是你说你喜欢我的 宋灵 你不可以这样 看着这样的李修逸 我有一些无力 李修逸 你能清醒点吗 是 我说过我喜欢你 但那都已经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我第一次说我喜欢他在高中 我最后一次说我喜欢他 也在高中 当年我们十七岁 现在我们二十六岁 已经快十年了 十年的时间 我的兴趣爱好 吃饭口味 穿衣风格 全部天差地别 我早就忘了十年前的喜欢 是什么感觉了 咖啡厅 我看着白灵眼那张轻力脱俗的脸 强作镇定地扯唇笑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装作不经意地看了眼手腕上压箱底的那块百打斐力 装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正宫姿态 是的 尽管白灵眼是我男人立南阳的初恋白月光 可是现在立南阳身边的人是我苏陶陶啊 白灵眼用近乎怜悯的眼神贴了我一眼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苏陶陶你可真可怜 喝 我爸气地喝了 回去 我不要我知道 我只想你知道 白灵眼跟我说 这话 你没资格 喝 白灵眼似乎是被我的正宫气势给彻底激怒了 他不耐烦地从爱马仕包包里 拿出一个与他名媛身份极不相符的白色就钱包 他从里面拿出一张支票 摔在我强作镇定的脸上 苏陶陶 你醒醒吧 你家早就破产了 你自己又没什么能力 这么多年你都是趴在立南阳身上吸血 白灵眼指着我鼻子 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苏陶陶 拿着这笔钱离开立南阳 别再纠缠他了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看着白灵眼手上的旧钱包发呆 完全忽略了他右手无名纸上闪光的鸽子弹 我呼啦一下站起身 从风衣口袋里拿出那个一模一样的白色钱包 我满意地看到白灵眼迅速惨白地翘脸 我对他视微地扬了扬手上的钱包 我笑着说 你不知道吧 一模一样的钱包 立南阳当初买了两个 我在白灵眼错愕的眼神注视下 拿着那张支票塞在跟他一模一样的钱包里 我扯出一抹比哭都难看的笑 渣男赏你了 钱解药了 我转身离去 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一小时前 在去见情敌的路上 我收到了闺蜜可乐的微信 可乐不加兵 陶陶 你先看看 这是不是你家立南阳 可乐不加兵 图片 我捏着手机 控制不住地发抖 这一刻 我真的想问立南阳 你瞒着我跟白灵眼拍婚纱照的时候 在想什么 你不是冰山面他吗 他怎么笑得那么开心 我跟你在一起七年了 从来没见你这样笑过 你怎么突然就油腻了 怎么笑得跟贤妹爸总似的 怎么还有点大愁地抱得赶脚 这一刻 我没哭 是眼泪有他自己的想法 原来我就是狗血 替身文的炮灰女配 尽管我跟立南阳这个 美强惨男主的白月光 长得一点都不像 爱情这东西像管 光听说过 没见过 我和立南阳 在一起相恋七年了 可是现在想来 我们两个的爱情 那根本就不是爱 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甜 想通过包养 得到立南阳的爱情 从一开始我的三观就歪成了心殿图 而三观不正 必有栽秧 爱了立南阳七年 没有哪一刻 比现在更清醒地意识到 我们早已不合适了 我编辑了一条微信给立南阳 分手把我腻了 我却迟迟没有勇气 发出去 现在回忆过去 我只觉得往事不堪回首 甚至还有一丢丢狗血的可笑 立南阳 曾经是华清大学的风云人物 成绩好 长得帅 家境还特别好 他不止学习好 体育也好 浑身上下 竟然挑不出一丝错来 如果非要鸡蛋里挑骨头 他这人就是有点高冷 还有点面摊 总是转了巴基的 谁都不爱搭理 但这也绝不是什么缺点 这恰恰是他的魅力所在 他就像是云端里完美的神奇 让万千迷妹忍不住心生崇拜 却又冰冷疏离地让人不敢靠近 我苏陶陶没啥大出息 眼狗一个 恰好也是他万千迷妹中的一个 不 我应该是迷姐 因为我比丽南阳大两岁 虽然我跟他同级 复读两年最后 靠我爸捐一栋楼才上大学的事 跟我处心积虑接近丽南阳 干出来的事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不会游泳的我 甚至还为丽南阳加入过游泳社 只为了近距离地看清楚 学霸校草丽南阳的八块腹肌 外加人鱼线长什么样 只可惜看清楚也没啥用 因为丽南阳有个门当户对的初恋白月光 丽南阳的白月光姓白叫灵眼 优雅纤细 清高绝美 出身名门 成绩优异 妥妥的一枚白莲花 呸 白富美 丽南阳也许从一出生 就拿了霸总小说男主的标配剧本 只可惜丽南阳这人 命不咋好 霸总后来变成了美强惨 他大二那年 家里破产 父母和弟弟在车祸中丧生 他因为住校逃过一劫 成了丽家唯一活下来的人 他也从天上跌入泥沼 并且带着满身污泥 还要努力活下去 一夜从国民校草 跌落 神坛 丽南阳成了学校里 那帮中二傻貌 茶余饭后的笑话 追债的人 跑到了学校 按着他打 还颇红油漆 弄得人尽皆知 处于某种原因 丽南阳申请了休学 因为追债的人 他在学校实在待不下去了 也可能他没钱 交学费了 丽南阳离开学校那天 我站在大学门口的 星巴克 稀溜着桃桃兴兵乐 目送他一个人孤零零地 背着书包离开 他整个人都灰扑扑的 很颓废 像蒙尘的白玉 跌落尘埃 摔得粉碎 我好想抱抱他 请他喝一杯桃桃兴兵乐 嘴里甜一点 他的日子就没那么苦了 我弱弱地叫了一声 他的名字 丽南阳 他脚步微顿 疑惑地回头 与我四目相接的瞬间 他墨色的同仁 好像又黑了几分 转瞬间 他眼里的光 一点点暗下去 他冷漠地垂下头 连一个眼神都没给我 脚步不停地走进后巷 我想 他可能是 不认识我 嗨 我懊恼地站在原地 把一杯桃桃兴兵乐 喝完了大半杯 我想走 我想回去上课 可是我的脚 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傻站在原地不动 直到我看到几个混混 也走进了后巷 我呼吸一致 我瞳孔紧缩 不好 追债的又来奏力南阳了 我鼓起勇气跑过去 我的南海阳 绝不可以被坏人欺负 我跑进后巷 不顾一切扔过去 我的桃桃兴兵乐 把那些混混都给震住了 我集中生智 大吼一声 不 不好了 系主任来了 我这一叫 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背对我的混混 一拳打在李南阳嘴角 李南阳好像 本来是能够躲开的 也许还能反杀 结果被我这一叫 他一分神 嘴角挨了一记重拳 为首地混混骂了一句脏话 也许是被我的气势给唬住了 也许是真的害怕我们纪主任 因为纪主任练过武术 反正他们骂骂咧咧地跑了 李南阳颓废地靠着墙 舌尖顶了顶流血的嘴角 他似嘲讽又似悲哀地看着我 却没有说话 我捏着拳头走过去 心疼地看着李南阳流血的嘴角 膝盖颤抖地对他说 李南阳 我 我想收养你 你开个架吧 我永远忘不了 李南阳当时错愕的表情 他墨色地同人 在冬日的阳光下 从一片死寂中生出 一抹微弱的光 他的睫毛又密又长 以急慢地速度 遮住眼里的光 然后他目自尽烈地吼了声 滚 我呆呆地张着嘴 看着李南阳狼狈地抹去嘴角的血 腥红着双眼与我擦身而过 我的肩膀还被他撞了一下 火辣辣地疼 我错愕地看着他离去时 孤寂绝望的背影 过了好半天 我才熬的一声 蹲在地上捂住滚烫的脸 我真的快被自己蠢死了 那你马是包养 包养 包养啊 我给说成是收养了 李南阳不会误会 我想给他当小妈妈吧 哦不 我不接受 我苏陶陶身上发生这样狗血的桥段 自从那次的不愉快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李南阳 直到我打听到 他这一天会回宿舍 拿走他最后的一点东西 那个下午 天空飘着小雨 我尾随他 大胆地把他堵在学校的后下 他用 你这个傻子到底有完没完 的眼神看着我 我不得不承认 他生气的样子真特娘的帅 为了防止他再一次骂我滚 我直奔主题 把他堵在墙上 给他来了个壁咚 我帮你还债 我给你钱花 我供你继续上大学 我保护你 不让坏人欺负 你当我金丝雀吧 他轻烈地吃笑了一声 似乎是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又似乎看着一个天大的冷笑话 怎么不准备收养我了 小妈妈 我整个人差点炸了 就跟个一戳就破得熟透了的 大番茄似的 但是为了我心爱的男孩 我想给他一个家 所以我没有一丝气馁 我一股脑地说出了 这几年我对他的各种舔狗式的暗恋 我告诉他 厉南阳 我叫苏陶陶 我大你两岁 但我跟你同级 你可能不认识我 但是我认识你 我不止认识你 我还暗恋你 怎么样你没发现吧 哼 我越说越来劲 我社交牛逼正犯了 那些画像是有自我意识似的 挡也挡不住地 从我嘴里往外冒 我问李南阳 游泳舍你还记得吧 他眼神茫然地看着我 同人黑得像墨语 我又问 我 苏陶陶 不记得了 外号 水蜜陶 那大屁陶 这个外号 你总该记得吧 那帮小屁孩总在背后 这么说我 他看着我 睫毛微颤 他的睫毛那么撩人 他却一脸面瘫 我感觉 他好像脑子不太好使 那淘淘心兵乐呢 我可没少请大家喝 他皱着浓密的眉 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看 我不耐烦地 把厉南阳壁咚在墙上 像个痴汉 诉说着自己 这几年的变态行为 你肯定不知道吧 每次参加游泳社活动 往你更衣贵色饮料的 那个人就是我 我不止塞饮料 我还塞过软糖 薯片 棒棒糖 对了还有脏脏包 和麻辣小龙虾 我滔滔不绝地说着 听到他一声 若有肆无地轻吃 费力抬起头 看着他冷凝的脸 他脸上有忧郁的少年气 他背光站在阴影里 这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阴质 那天我壁咚着 厉南阳说的嘴巴都干了 最后的最后 他只问了一句 苏陶陶你打算出多少钱买我 我紧张地揪着厉南阳的衣领 目不转睛地 盯着他那双冷凝的眼睛 给你我的全部家当行吗 他吃了一声 垂下头 似乎不太满意 我搂着他的腰 孤注一掷 弟弟别拒绝我好吗 钱 姐姐可以回家去骗 这不是问题 姐姐最想给你的 是一个温暖的家呀 厉南阳垂着头 脚上的旧球鞋 一下一下 踢着地上的石子 我大胆地搂着他的腰 抖着嘴唇 点起脚 悍然地堵住了他的嘴 他背脊僵了一下 他的手缓缓捏成拳 他却没有反抗 那个夏日的午后 厉南阳没有抵抗住金钱的诱惑 在我的嘴唇肿了之后 厉南阳被我霸道地搂着腰 脸哄带骗地拐走了 当时的我 以为自己挽救了一个 无家可归的美丽少年 我太年轻了 真是不知人心险恶呀 那天以后 无家可归的厉南阳 住进了我给他租的出租屋 我俩正是过上了金主和他的倔强金丝雀的狗血生活 只是这个金丝雀不太敬业 经常对我这个软萌可爱的金主实施冷暴力 动不动就生闷气 然后冷战 还爱教训人 有时候午夜梦回 少女苏陶陶也曾后悔过 为什么我丝毫没有萧亚轩的快乐 却反而像是养了个爹在家里 但是看着厉南阳那张少年气的俊脸 摸着他的八块腹肌 我安慰自己 人无完人 有了这么一张脸 还要啥自行车呀 怎么就不能包容漂亮弟弟 这点无伤大雅的缺点 就当养了个爹 不行吗 虽然我更爱小奶狗 我在我们大学附近给他租了房子 方便他考研 我俩过上了甜蜜的小日子 厉南阳 我的小金丝雀 我让他叫我姐姐 他总是不叫 还在床上掐我 第二年 厉南阳考上了华清大学国际金融的研究生 而且还申请到了国外名校的博士生入学资格 我养的小金丝雀这么厉害 本来是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说明我苏陶陶这个人别的没有 眼光那是杠杠地 我本来是甜蜜的 直到厉南阳研究生入学那天 我开着我爸的奔驰去送他 看到了迎新学节里被众星捧月的白灵眼 这一刻 我仿佛被人当众打了个响彻云霄的大耳光 嘴巴里的陶陶兴兵乐田地发苦 我终于知道厉南阳为啥明明考上了国外名校的研究生 却偏偏要在国内耽误两年 因为白灵眼 因为他在这里 我就像个自大的小丑 在自己的世界里占山为王 在真实的世界里出尽阳相 我还记得白灵眼惨白着翘脸 问厉南阳 苏陶陶现在是你女朋友了 所有人都看着厉南阳 看着白灵眼 看着我 他冷漠地说 他不是 他是我金主 我呆立当场 我如坠冰枯 我感觉自己被当众啪啪打脸 我跟厉南阳谈感情 他却只跟我谈钱 如果那时候 我幡然醒悟 硬下心肠 在众人意味深长的眼神里 一个大嘴巴子扇在厉南阳脸上 然后有骨气地扬长而去 那该多好 就省去了我后来的好多心酸和绝望 但是当时 我的心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舍不得离开厉南阳 没有我 他发疯的夜里 没人死死抱住他 没人给他的伤口止血 他太苦了 活在自责和愧疚里 隐约还恨着什么 我只想给他一点甜 让他没那么苦 我还记得我 对嘴角勾着错愕与淡淡嘲讽的白灵眼 得意地说 他说得没错 现在 他是我的男孩 我永远忘不了白灵眼 骤然惨白的唇色 我有一种抱负回去的快感 谁让他当初当着厉南阳的面 上了我们学校学生会会长的兰博基尼 还有那天堵在后巷的混混 他们是白灵眼的哥哥和学生会会长 一起派去教训立南阳的 目的是让他离白灵眼远点 白灵眼身边的人 这么欺负我的男孩 我苏陶陶绝不答应 丽南阳如愿以偿地接近了他的初恋白月光 并且和他的CP深入人心 从读研究生开始 他就变了 也许他根本没变 只是我傻兮兮地看不出来 他对我有多冷淡 他不愿意我去他学校找他 更加不愿意别人知道我是他女朋友 呸 是金主 他没说过爱我 对我除了在床上热情 平时就跟冰山一样 对我爱搭不理 我小小的心愿 他也一点都不肯满足 但是白灵眼过生日 他还买礼物给他 用他帮我理财赚的零头 那是一个扣持的钱包 白了巴基的 不咋好看 后来我偷偷买了同款 不知道是饭件还是什么 我就觉得这个钱包 比我妈送我的爱马仕还好看 但是那时候 以白灵眼白氏集团千金的眼光 他绝对看不上那个廉价钱包的 直到多年后 我看到白灵眼 从那个有点旧了的钱包里 掏出支票 摔在我脸上 让我退出这场三个人的感情游戏 我以无限的热情贴着丽南阳 满心的爱火 在他的冷漠下慢慢熄灭 在一起的第三年 我用我积攒的零花钱 给他买了辆白氏集团代理的进口车 逮捕 他突然爆发了 骂我滚 骂我蠢 骂我用仇人的东西 骂我做死 他还自残 手都流血了 他不让我包扎 他还跟我冷战 我真心不明白了 白家怎么就成了仇人 莫非因为白家不让白灵眼 跟他在一起 因爱生恨 原来他没有一刻放下过白灵眼 我心灰意冷地 从我们两个租住三年的家里 狼狈地搬出去 我想这次 我们俩算是彻底完了 我这个小舔狗 算是舔到头了 分开那一个月 我生不如死 整天想着他 躺在小床上 咬着被脚哭唧唧 我还不死心地偷偷跑他学校看他 发现他开着我送给他的奥迪 送穿着迪奥的白灵眼出了学校 我在深秋微凉的天气 里边走边哭 心比这天气还要凉 我最后蹲在地上哭 就在那天 我重逢了大学时代的好学长叶晨光 学长叫我的外号 水蜜桃 他把我扶起来 打车送我回家 他绅士地绝口不提那天 我的狼狈 他总是给我发有趣的段子 直到有一天 我把发给学长的 剃桃表情包 发给了丽南阳 他冷了我那么久 突然回复我 桃子今晚我做了水煮鱼 你回来吃吧 我想有骨气地拒绝来着 告诉他我不要他了 也不稀罕他的水煮鱼 可是我的脚 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溜溜地回到我和丽南阳的家 那一夜我喝多了 抱着他哭 他任由我把鼻涕 蹭在他禁欲的白衬衫上 后来他按着我 让我在他身下哭 他红着眼睛 跟我吼 苏桃桃 你给我记住 我丽南阳的太太 只能是你 也只有你 再敢不要我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我信了 坚信丽南阳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也信他对我有意丢丢的感情或者感激 可是日复一日的冷漠和若急若离 他所有重要的事都不跟我商量 他只是在最后关头通知我 而我只能配合 我真的累了 半个月前 我最好的闺蜜可乐说漏嘴 告诉他 他在英留学期间 我为了赚钱含泪流掉了我们的孩子 他谢斯底里的爆发了 他掐我脖子 红着眼眶问我 是不是连你都觉得 我不配跟你有个孩子 其实没啥配不配的 当时他留学需要钱 创业也需要钱 我爸这边生意出了点问题 被白氏集团屡屡截胡 生意做不下去了 我家破产了 欠了不少钱 我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 因为家里不同意我跟李南阳在一起 我妈觉得我未来的老公 不论穷富 必须无条件地宠着我爱着我 可是李南阳显然不肯惯着我 我俩都恋爱好几年了 他也没拜访过我的父母 对我也是爱搭不理的 当时那种情况我就自己硬扛 我正好在律所实习 又做了两份兼职 怀的时候我没注意到 流血了我才去医院 可惜晚了 那个孩子已经没有胎心了 我含泪让医生保胎 医生让我节哀 后来我就做了人流了 我没告诉李南阳 他肯定也不想要 孩子既然不在了 我说出来也没有意义 徒惹悲伤罢了 我也是怕他说我用孩子捆绑他 我没想到他现在反应这么大 抽了一夜的烟 白头发都跑出来了 然后他就收拾行李说出差 摔门就走了 李南阳出差以后 很快到了情人节 我主动递台阶给他 打电话问他情人节回不回来 他似乎还在生我的气 我回去干什么 我配吗 我叹了口气 嘱咐他多注意身体 别熬夜 要不失眠的老毛病又犯了 我很累 没有哄他 他这些年事业做得很大 比他爸当年做得可大多了 他好像还评选成了 最年轻的福布斯富豪 这几年 他身边来来去去不少女人 美艳的合作伙伴 优雅的名媛千金 小有名气的超模 娱乐圈一线的小花 只想要棒大款的网红女主播 那个剑桥毕业的美女助理 甚至还给我发过类似逼宫的短信 说我配不上他敌线一般的立总 我都是微微一笑 一见删除 问都不问李南阳 与其说我信他 不如说我是信我自己 信我舍不得离开他 直到看到可乐给我发的 立南阳和白灵岩的婚纱照 他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想这一场狗血的单方面深爱 最终只能以狗血的方式收场了 我给立南阳发了那封微信 分手把我腻了 我和立南阳我俩有过承诺 我跟他说谁腻了 告诉一声转身就走 不用解释 他的电话打过来 他气得嗓音发抖 苏陶陶你想闹什么 我心平气和地说 我没闹 分了吧 好去好散 付出的我乐意 也不用你还 现在我不想跟你一起了 立南阳好像突然被降制了 他居然咬牙切齿地质问我 苏陶陶你在外面有人了 我都被气笑了 大哥你跟白月光婚纱照都拍了 你居然质问我 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我不愿意跟他多做纠缠 就心平气和地说 没人 没踢腿 没出轨 我就是纯粹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分了吧 你以后干什么也方便 我不跟你客气 你给我的钱我都收着了 就当我付出的回报吧 你也不用觉得我对你有恩 这几年你给我的钱 买的房 车 别墅 奢侈品 够补偿我的了 我最好的青春给了你 你的何尝不是给了我 男女早就平等了 姐姐不矫情 我说完这些话 内心无限感慨 我苏陶陶居然也有这么出息的一天 我居然心平气和地 在跟立南阳谈分手 七年之痒 成不起我 我果然没那么爱她了 我纯粹不想跟她撕破脸 想着好聚好散 做个体面人 跟她说话的时候 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温柔 但是立南阳她却不这么想 她发疯的对我吼 所以你准备拿着我的钱 养更年轻的小奶狗了 是吗 我真心无语了 她劈腿 还跟初恋 白月光照婚纱照 她还理直气壮了 拿了正宫的范儿反过来 对我 我怒了 不想出卖闺蜜的 但是我没忍住 我还是说了 立南阳要点脸 你跟白灵妍婚纱照都拍过了 你这是准备结婚当天 通知我去吃席吗 她沉默了好久 嗓音沙哑地问我 所以呢 就因为一张照片 你就不要我了 这种话也说 得出她还是人嘛 难怪白灵妍那么 有恃无恐地用钱砸我 我无奈了 我告诉她 我不想吵 分了吧 别弄这么难看 立南阳轻轻叹息 仿佛被抽光了所有力气 她问我 凭什么分 当初要在一起的是你 说爱我一辈子的也是你呀 桃子你不要我了 你想过我会怎样吗 苏桃桃你大概是忘了 我说过我立南阳的太太 只能是你 我无语了 我反问她 所以呢 你跟白灵妍干嘛呢 你俩拍偶像剧呢 她陷入许久的沉默 最后说出那句话 彻底把我激怒 桃桃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需要信我 我怒了 你让我信你 好歹做得像个人啊 是到如今你 还有什么值得我信的 白灵妍都砸钱 让我滚了 我真的烦了 你愿意怎样就怎样 你自由了 我今天搬走 就这样吧 我说完 手机笔端沉默了好久 立南阳破碎的呼吸一下下 打在话筒上 怎么有点苦 桃桃你这么急着跟我分 是因为叶晨光回来了吗 当初因为我 你俩没成 现在你终于有理由了 呵 我大呼冤枉 你放屁 我压根不知道 叶学长这个礼拜回来 立南阳沙哑地笑了 苏陶陶承认吧 你根本没撒谎的 天分 我彻底怒了 滚吧 分 必须分 立南阳呼吸一致 嗓音沙哑苦涩 姐姐别不要我行吗 我会死的呀 我大骂她有毛病 这时候叫什么姐姐 早干嘛 去了 我已经不想听她叫我姐姐了 我暴怒地按断了手机 我闺蜜可乐说 多年的爱而不得 把我逼成了分手大师 我专门劝人分手 还一直警告身边的闺蜜别做舔狗 我突然意识到 其实我潜意识里 把闺蜜们当成了我自己 她们都是我的替身 一个个成功逃离糟糕的感情 现在轮到我了 我没理由逃不掉的 是吧 七年来 我跟立南阳之间 像极了粉丝追星 我用吃恋和刻金供养她 她某次不小心跌下 神坛草了粉 我把自己当嫂子 可是我在她和她的粉丝眼里 我就是个傻子 哪个哥哥能跟粉丝结婚的 即便有 那个粉丝也不是一般人 绝必是她公司老板唯一的女儿 早晚继承千亿身家那种 我家早八百辈子就没钱了 我爸那年破产后 他就毫无斗志 直接退休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 我妈总是跟人夸她的未来 女婿立南阳 我想阻止 我让我妈低调 我妈拧我的蜜桃臀 掐得我嗷嗷叫 傻孩子 低调个屁 妈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她立南阳是靠着我女儿 东山再起的 她要是敢做陈世美 网友的吐沫也能淹死她 我痞痞地笑了 妈 我对立南阳有点腻歪了 说不定哪天就不要她 跟帅帅的小奶狗跑了 我妈骂我是渣女 还说她和我爸都是老实人 我这么渣不知道像谁 其实我妈不知道 立南阳太苦了 家人惨死 她的初恋 白月光背弃了她 白月光的哥哥找人打她 白月光的准男友 还抢走了她的保送名额 她还碰到 只会用钱买感情的我 我口口声声 以爱之名纠缠她 还以恩人自居道德绑架她 她人生的不幸 一半来自于她的仇人 一半来自于我这个恩人 所以看到她在婚纱照里 笑得那么开心的样子 我突然悟了 七年了 她那么苦 直到现在 还在看心理医生 她失眠 她绝望 她自残 她流着血和泪 愧疚到不敢入睡 她发疯地想 死去的家人 她怎么就不能有点甜 七年了 说实话 我也没一开始那么爱她了 是时候该放手了 舔狗啊 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了味 赶紧醒醒吧 我这个有大爱的圣母 也该重新出发 给全天下无家可归的漂亮弟弟 一个温暖的家了 分手后 我该吃吃 该乐乐 我以为我会哭 会痛苦 结果我没有 我一点伤都没受 我闺蜜可乐哭了三场 我表妹榴莲哭了五场 我跟公司新来的小奶狗一起上网者 我笑的声音 盖过了他们的哭声 她俩哭着骂我是渣女 她俩说不怪丽南阳 怀疑我劈腿 我这个状态太像了 七年了 我终于拿得起放得下了 我却成了个渣女 我好委屈 有点想哭 过去我没得选 现在我只想做萧亚轩 我想我不那么难过 可能是因为我的圣母心作祟 我不觉得我是在抛弃丽南阳 反而我觉得我是在拯救她 她得到真爱 我功成身退 我教会了这个冷酷的小狼狗 什么是爱 我好圣母啊 嗨 可是我又有什么错 我只想给漂亮弟弟一个家呀 第二天 我和小奶狗同事有说有笑的 从外面回来 我喝着肖想多年的 情侣第二份半价的奶茶 笑的酒窝都出来了 真好 丽南阳这个爹 我可算是不要他了 以前大学门口 那家密雪冰城 我想喝情侣第二份半价的奶茶 她从来不肯配合我 她不爱喝甜的 也不让我喝 就连我保证我两杯都能喝掉 她也不乐意配合我 我知道 她不是不喝奶茶 她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跟她是情侣 她根迹花白灵眼的情侣C 太过深入人心 我跟她没有C感 土惹笑话 她明明是我包养的 却像是我爹处处管我 她管我没时间观念 管我吃垃圾食品 还管我来姨妈的时候 不按时换姨妈金 她管得可真特么宽 她以前怎么不管白灵眼呢 她就是看我这个金主好欺负 可以让她任意拿捏 哼 我不要她了 真是连呼吸都自由了呢 我眯着眼睛吸着奶茶 用眼神撩一下身边的小奶狗 我用娇滴滴的嗓音逗她 宝子 以后情侣款的半价 就让咱俩成包了吧 结结结 小奶狗一笑露出满口小白牙 她说 好啊 姐姐 我和小奶狗同事有说有笑 完全忽略了外部环境的沧桑巨变 绿索老板老虎好像长真眼了 她对我疯狂眨眼 用变调的声音吼我 苏陶陶 你怎么才回来 丽总都等你半天了 我当时差点被一口酷甜的奶茶枪死 而且突然觉得有点腻的反胃 我一回头 看到前任 我的爹记男友丽男阳 那张黑的躺默的面瘫脸 我身子惊得一跳 完全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 把奶茶塞到小奶狗怀里 我义正词严地告诉她 以后凑担这种事别找我 我不差那点钱 说出去太丢人 我撇清关系还不忘补刀 什么玩意啊 酷了巴唧的 一股人工香精味 我就不爱喝这种垃圾饮料 都给我喝恶心了 小奶狗疑惑地叼着我叼过的吸管 吸了一口 不怕死地反驳我 姐姐这可是你自己要的全糖的 还让店员王子李家十份珍珠 你不会现在才觉得酷吧 她不怕死地把她喝过的奶茶 在我手里 她还撩我 姐姐你喝我的吧 我这个半糖的 很健康的哟 这一刻 我吓得不敢回头 因为丽男阳正对我死亡 凝视 她仿佛丈夫在看出轨被抓现行的妻子 我在她如踢骨钢刀一样的眼神中 幡然醒悟 我跟她都分手了 我出轨个囚子啊 她爱看看 不爱看就滚啊 丽男阳瞪了我一眼 转身就走 老胡 我老板 也是可乐她大救 不顾一切地追出去 我被我老板娘踢了一脚 她骂我 你老公生气了 还不去追 我赶紧解释 她可不是我老公 你别胡说 我们已经分手了 老板娘用看潘金莲的眼神看我 她说 丽总可不是这么说的 她说 你是她隐婚的太太 最近有点做总跟她吵架 她想问问你是不是工作 不顺心 我真心想骂丽男阳 你特么是不是有病啊 就不能好好分手吗 谁是你太太啊 你不要污蔑我好不好 等你跟白灵言结婚的消息 在网络上搞得人尽皆知 你让我在别人眼里成啥了 就不能做个中国好前任吗 在彼此的世界躺尸不行吗 丽男阳分手好好的 你为什么还要诈尸啊 几分钟后 我被逼着在律所的小花园 真诚地给脸蒙着一层寒霜的丽总道歉 对不起啊 我午休迟到了 虽然这律所是我闺蜜大旧 家开的 我也不能这么不把自己当外人 我记住了 做人要有分寸 不能恃宠而骄 我知道 得跟别人保持距离 不要跟年轻的异性走得那么近 对不起啊 让你费心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和我一般见识 业务还都给我们律所吧 没有你我们肯定BBQ了 丽男阳冷着脸听我道歉 我熟练地承认错误 脑子里却在想下午茶吃什么 还有什么情侣第二份半价 是现在的我不配拥有的 虽然最近我喝得吐过两次 但是我乐意 丽男阳贴了我一眼 比我爹更像我爹 我爹都没他这么严厉 我爹多数时候都不作为 我说完了 丽男阳来劲了 他果然又开始教训起我了 苏陶陶奶茶你居然喝全糖的 我呼吸一致 愧疚地低下头 我爸有糖尿病 刚确诊 那会儿我怕得要死 每天夜里抱着丽男阳哭 我怕这是家族遗传 我怕自己也会得 还会遗传给我们的孩子 我逼着丽男阳看着我 不让我吃糖 自己却总是空住 不住偷偷地吃 还把糖藏丽男阳衣柜里 我美其名曰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然后某天被大扫除的 丽男阳 捣毁了我的糖窝 我被丽男阳抓住 我最后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 他说 陶陶不是只有糖 才能刺激你的多巴胺 我也可以 我保尼给不了糖尿病 还能多运动 他当时脸上那个表情 就像被夕阳染红的白色棉花糖 就像融化的透明蜜糖 就像拉丝的卖牙糖 美得太酷人了 嘖嘖该死的撩人 我摇掉脑袋里的黄色废料 诚心诚意地道歉 丽总对不起啊 我以后不敢了 我说完突然顿住 我特么凭什么这么低声下气 我们分手了亲 你是不是失忆了呀 这一刻 我彻底支冷起来了 我开始冷着脸部说话了 我学会了丽男阳的那套冷暴力 丽总的脸又黑得滴墨了 不远处 我的老板老板娘 我的同事们 还有小奶狗 实习生 担忧地从玻璃门偷偷看我 我知道这家小绿所 一直靠着丽男阳喂饭 我们的日子才那么逍遥自在 我想是时候辞职了 又怕我走了 丽男阳不继续投位 律所怎么办 我们这帮人都被他养废了 跟别的律所比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丽男阳公司是有法务部的 他还是会把用金高的法务 给我们老板让他抽成 几十亿的大单 一单的法务服务费就抽几千万 还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这笔钱够我们律所躺着吃一年的 还外加冬天去三亚 夏天去哈尔滨的公费旅游 老板又不是丽男阳 他爹 他没必要这么孝敬 他这么喂钱是因为 他是我爹 他在变相让我这个脑残的女儿 残而不费 省得我在家整天缠着他 看狗血网文 看两个男人当封面的漫画 换个角度说 丽男阳要是我爹就完美了 他是个严厉又宠溺的老父亲 可惜他偏偏是我男人 我真心惨的一批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我鞠躬 谢谢我的金主爸爸 丽总没事 我就不打扰了哈 我以后一定多注意 绝不让您再为我操心了 丽男阳在我背后叫住我 他捏着挺拔的鼻梁 一脸疲惫 桃子 今晚我做了水煮鱼 你回家吃饭吧 我微微一正 丽男阳好久没亲自下厨了 说实话 我有点馋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吸溜了一口口水 言辞拒绝了他 不了 脸上起痘了 我最近不太方便吃辣的 丽男阳突然失态了 他吼 你到底在闹什么 你真的 不要老公了 我呼吸一致 忍着泪点点头 嗯 七年了 也腻歪了 别再来了 让人看到不好 我本意是说 让你未婚妻看到不好 丽男阳显然是误会了 他嗓音沙哑地问我 我是不是打扰你了 耽误你撩小奶狗了 才七年就腻了 苏陶陶你还是人吗 我没反驳 说了句 嗨 人性的弱点 不就这样 我们自己过好自己的得了 我不会缠着你了 你自由了 丽男阳 丽男阳连孔 争宁了一瞬 他连呼吸都是苦的 他冷着脸 直接转身走了 他的新人男助力 一脸尴尬地跟着他离开 丽男阳的车扬长而去 我重重吐了口气 好嫌我刚才差点就没受住诱惑 跟他回家吃水煮鱼了 他的手艺真不错 我跟他分手 最舍不得的就是他的手艺 啊 我又有点恶心 莫非奶茶喝多了 一个月后 丽男阳和白氏 浅金白灵言 结婚的消息 传遍网络 结婚前一天 丽男阳又脑抽了 他醉熏熏地打电话 问我 桃子 你是不是不回来了 你不要我了 想过我会变成什么样吗 我真想一口 盐汽水喷死他 你能变成什么样 不就是变成别人的新郎了吗 他带着哭腔对我吼 苏桃桃 我丽男阳的太太只有你 只能是你 你不要我 你让我怎么活 我都被他气笑了 杨仔 谢谢你的厚爱了 我不配 祝你和嫂子百年好合 他突然 哭着问我 桃桃 是不是我死了 你才能回来 我震惊了 大哥 分手而已 你难道 还能去死啊 他开始哽咽 哭声 时段时序 姐姐 是不是明天 我死了 你也不会伤心 姐姐姐姐 我想你想得 快死了呀 这一刻 我真心 有点担心 立南阳了 他怕不是疯了吧 我试探地问他 那个 你是不是有那个婚前 恐惧症啊 要不你看心理医生吧 他在手机那头声音颤抖 苏桃桃 我把你当心肝宝贝 你却当我是一条狗 是吗 我觉得立南阳这戏演的 有点过 那个 我还有事 挂了 他突然音质地咬着牙 问我 苏桃桃 你跟叶晨光在一起呢吧 我呼吸一致 吓得差点挂断电话 别怪我心虚 我确实跟叶晨光在一起呢 我俩唱歌呢 他现在按了暂停 正笑盈盈地看着我 但是我下意识地选择了撒谎 因为不想跟立南阳吵 我说 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他冷吃一声 没有 你撒谎 那你开门 我慌了 看向门口 这时候包房门口传来敲门声 我惊得一跳 不能吧 立南阳明天就结婚了 他不能这么有病吧 这时候适应声推开门 我看到站在门口 拿着手机 红着眼眶的立南阳 他走过来 用嗜血的眼神恶狠狠地瞪了叶晨光一眼 他捏着我的手腕 老婆 跟我回家 我当时都惊了 老婆 谁 我妈 叶晨光绅士地挡在我面前 却用力推散立南阳 立南阳 你发什么疯 你跟陶陶已经分手了 明天你就结婚了 赶紧滚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从过去到现在 你都配不上我的人间水蜜桃 立南阳宛如被打了鸡血 双眼拉满血丝 飞身扑了过去 他不是你的人间水蜜桃 他是我的 他是我立南阳的太太 他们两个男人就这样打起来了 我起初喊得声嘶力竭 后来我面容呆滞地看着他们两个 用拳头摩擦彼此的俊脸 最后我烦了 踩着高跟鞋 直接扭身走了 后来 叶学长大半夜发微信告诉我 说立南阳走了 毕竟明天他结婚 他俩没打多久 没怎么受伤 他让我放心 我尼玛怎么放心 三更半夜 立南阳又开始作妖 他给我打电话 让我把留在他家的破烂连夜拿走 我百般拒绝不奏效 只能硬着头皮 打车去他家连夜带走我的破烂 我沉默地收拾别墅里我的东西 立南阳脸上青一块子一块 靠在门框上 看我收拾破烂 好像生怕我偷他东西 是的 我不想跟他说话 直接拉行李走 他追出来 意不意趋地跟着我 用那双阴质的眼睛死死盯着我 我不想理他 直接拦车 他突然又发疯 死死抓着行李不让我走 眼眶都红了 像被主人抛弃的狗狗 我觉得他演得有点过了 他拦在出租车前 不肯走 我让师父开过去压死他算了 师父害怕了 他要报警 我想想还是算了 我这个爹明天还要结婚呢 后来 师父骂骂咧咧地走了 他说 我俩都有病 我跟立南阳回了别墅 他突然跪下来 姐姐求求你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给我一天时间 最后信我一次 行吗 我觉得他有病 我不想跟他一起了 他哭着搂着我 一遍遍求我别走 我陪他一起哭 哭的口都干了 我一时大意喝了 他递给我的桃子 果汁 我眼前一黑 就啥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我醒来 发现脚上多了个锁链 马德 立南阳居然锁我 好在 我手机还在身上 我打电话 让可乐救我 可乐带着夜晨光来了 我逃了 第一次不想知道 关于立南阳的一切 我逃出来就关机了 立南阳心患的男助理 给我打了无数电话 后来医院打电话给可乐 说立南阳快死了 让我去医院看他最后一眼 我吓得腿都软了 当时就崩溃得嚎啕大哭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结婚当天 白是破产 白富白母白哥哥手拉手跳楼了 立南阳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把白家当年害他一家的罪证功之于众 立南阳被发疯的准新娘白灵眼 刺了一刀 后来我才知道 立南阳的父母和弟弟 都是被他这个白月光的爹和哥哥害死的 白灵眼也逃不脱干系 我跑到医院 立南阳躺在病床上 脸色惨白奄奄一息 他开始毫无求生的意志 还让医生别救他 他开始说胡话 苏陶陶 人间水蜜桃 那么软那么甜 谁不想要你啊 我知道 饮料是你赛的 你赛饮料都买两个一样的 傻子都知道是你 你那个泳衣不准穿了 屁股勒太紧 不准给别人看你的蜜桃臀 我不是不配合你 只是你的要求太过分了 你可我和我寝室兄弟的 C你让我怎么忍 还有情侣 第二份半价 奶茶什么的 真的是垃圾饮料 你都喝土了 我不能让他们白家那群狼 看出来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失去你我真的会死的 姐姐啊 姐姐 你知道这些年 看着你一点点 收回对我的爱 我有多绝望 最后的最后 他说 苏陶陶你记住 我立南阳的太太 只能是你 也只有你 这一刻 我好害怕 我怕立南阳这么变态 出去危害社会 我的圣母心泛滥了 我想我要是不要她 就是给和谐社会添麻烦啊 我坐在她病床上 哭得抽抽叶叶 她助理见缝插针 她说 白灵眼的刀刺过来的时候 立总她没有躲呀 你知道为什么 我哭着摇头 莫非她穿了黄金甲 助理说 因为立总她好像听到别人说 苏小姐 你带了新交往的年下男友回家 说打算凤子成婚了 立南阳的助理说 立南阳在救护车上 一直问 如果我死了 苏陶陶会记住我一辈子的吧 那个孩子要是生出来 现在都五岁了 他们的孩子 会像我们的孩子吗 叶辰光就是个废物 他争不过我 我们都输给小奶狗了 女人都是大猪蹄子 陶陶就喜欢小奶狗 立南阳逼着助理 给我打电话 说她忘了家里钥匙 问我能不能送来一趟 助理知道 她家里是指纹锁 助理打了我手机 她又发疯地让挂断 说什么 她就算死 也不会求我的施舍 后来她整个人昏迷了 助理是真怕她挂了 还有这么大的怨念 又怕年底奖金不给她发 所以冒充医院 给我闺蜜可乐 打了那通电话 真的 立南阳你是真的狗 这么多年 你特么藏得好身 原来你是个死病骄啊 弟弟三个月后 我和立南阳的婚礼 她哭得像个傻子 我感觉 她是被我丑哭的 我怀孕了 好像是分手之前 就怀上了 分手那段时间 我疯狂喝奶茶 还吐过好几次 我以为是喝多了撑的 没想到是怀上了 我腰变粗了 手肿脚肿 关键是鼻子特别大 都因为她追求完美 非要等手工定制的婚纱 我妈和我爸 在舞台下面哭得气不成声 我估计他们是被我丑哭的 可乐和榴莲抱头痛哭 说我的毒鸡汤 耽误她俩找对象了 立南阳那么深情 我居然还说她渣 我有大病 立南阳出院后 变得特别黏我 她说她第一次在游泳社看到我 就无法自拔了 真软真甜 关键是眼神特别大胆 赤裸裸地喜欢藏不住 她说那时候 她总是不经意地注意我 发现叶晨光和我关系好 她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所以故意赌气不喝 我买的桃桃兴兵乐 也不跟我说话 还总瞪我 我给她的零食 她都存起来 舍不得吃 因为她弟弟南鱼偷偷吃个棒棒糖 她还好得她直哭 后来南鱼没了 她特别自责 恨不得打死自己 她说她小时候生病 吃个黄桃罐头就好了 后来我成了治愈她的黄桃罐头 她永远记得 学校后相 我说要当她小妈妈 她当时狼狈地拒绝我 却更想哭着让我抱抱她 她之所以研究生选择国内读 是因为她舍不得我 她怕她走了 我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废物 活不下去 爱情这个鬼东西 我算是见识过了 厉南阳说她不爱我 那就是上坟烧报纸 唬弄馆呢 后来我俩的儿子出生了 像他 也像他死去的弟弟南鱼 我会加倍爱我的鱼儿 虽然伺候杂的活 都是厉南阳在干 但是这不妨碍我欣赏我的杂 后来我问厉南阳 白灵岩到底是不是她初恋 她不回答 她捏我的蜜桃臀 说她喜欢软乎的 我想了想 高一那会儿 白灵岩都快瘦成排骨精了 而我养得白胖白胖的 一笑还有两个甜甜的酒窝 大眼睛跟葡萄似的 里面还有星星 哎哟 甜狗 甜狗 甜到最后 应有尽有 厉南阳这个甜狗 它可算是圆满了 至于我 我可不是甜狗 你们别胡说 她不发腾以为 偶尽有 他们要个疯狱 还不发了 我们不发腾以为 会得到 我们不发腾以为 她不发腾以为